原标题杨子问人贤奇瘦身秘诀人贤奇 回答妹妹别知道的好 人间恋狱台班导演纽承泽 涉嫌性侵跑马女工作人员一事 让大家知道了一部名不见经传的电影跑马 也让大家认识到了一个大胖子人贤奇人贤奇 为了饰演其中的一个角色 增肥到了200斤 人贤奇的粉丝一度认不出他来有些不明就里的网九 质疑人贤奇没有职业精神 没有控制好自己的体重 现在电影跑马无限期停拍 人贤奇短期之内也不用再饰演这个角色了 于是开始了疯狂的减肥 2019年1月16日 人贤奇晒出尽兆和之前的形象大相径庭 网友纷纷赞叹人贤奇的精神和毅力 就连杨子都在下面提问小奇哥 你怎么瘦下来的可以告诉我吗 人贤奇则幽默回应道 默昧 还是别知道比较好人间炼狱啊 两个人的互动引来网友围观 纷纷留言称 哈哈太可爱了吧 你们呼唤小猴子减肥之路任重到远 非著名于平人吴清宫指出 任贤奇和杨子的关系 非常好去年杨子过生日的时候 任贤奇还主动发微博祝福杨子 当时任贤奇就是称呼杨子卫妹妹 而杨子的体质是特别容易胖的她 参加亲爱的客栈和刘涛 乔新永恒的话题 就是减肥杨子忍受不了刘涛做的美食的诱惑 直言先吃 然后再抠喉咙吐出来 由此可见 当明星也不容易为了满足口腹之余 却要吃了兔